蔬菜也可能含有重金属 损害肝肾 本港食安中于本周四24日公布检测结果 发现由蔬子被检出金属隔超标 可对肝肾造成损害 蔬子有天然毒 保存 主食食物犯五大禁忌 免治食物中毒 食安中又只有出七类蔬菜易受污染 并交四招去除污染物 据食安中心的该批鼠子被验出重金属隔含量 标 样本所验出的隔含量是100万分之0.18 而其最高法限量为100万分之0.1 超标接近一倍 食安中心表示会跟有关结果 包括追踪问题食物来源和抽取样本 形化验等 不过中心强调 按上述样本检出的隔量 在一般食用情况下 不会对健康造成不良影 根据食物掺杂金属杂质含量规例第132位章 任何人售卖金属杂质浓度高于法定上限水平的食物 属违法 为例者一经定罪 最高可处罚款5万元 监禁6个月 根据隔式天然存在的金属元素 如收过多隔可治急性或慢性隔中毒 隔对人体有下影响 本港表示 鼠子一般含有天然毒素龙奎 但含量很低 不会对人体造成不良影响 食安中表示 若鼠子出现三种以下情况 则可能含有大量素 可治食物中毒 根据本港食安中心资料 马铃含有配糖生物碱 又称糖肝生物碱 肝生物碱 若入过量配糖生物碱 可引致肠胃和身体不适 若肾涉取鼠子的配糖生物碱 可引发不适 肾治中症状 如何可减低风险 食安中心建议如下 美国任教育学院厨师兼烹饪导师 安泽尔特表示 保存鼠子有五禁忌 如触犯可导致食物中毒 根据指 蔬菜除了含有重金属外 也可能会被农药污染 农药可以 高蔬菜的质量和减低有害生物 所造成的不利 想 但如果使用不当 则可能会影响健康 引发及食物中毒 病症包括呕吐 腹泻 肚痛 晕眩和身体 目等症状 严重者更会呼吸困难 视力模糊和抽 等 长期食用 含有过量农药蔬菜 可能也损害神系统或其他器官 例如肝 肾等 食安中心列出七类 常出现残余农药的蔬菜 其中多为菜叶类蔬菜 观文章 食安中心列出四大建议 可帮助去除蔬菜 得污染物 食安中心提醒 如果怀疑进食了有毒 菜 应立即到医院或诊所求医 注册中医师良尹 Sincy曾在发文指 部分发芽蔬果可安全食用 但有的能含毒性 吃后可能抽搐 昏迷 他列出七种食材的 购集保存贴士 教大家延长保鲜漆 相关文章 相文章 相关文章 星岛头条APP 经已推出最新版本 请急更新 浏览更精彩内容